来到2023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第13轮的一场金六点大战 由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 杨丽宇面对夏威康 夏威康把球踢出了边线 但是事事带到了杨丽宇 出现太多精彩的快速度攻防画面 双方开场之后 学长开场前几分钟想了一波 这一下啊 这应该是不行 这一下崴的特别切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一下崴的角度特别大 有可能丢掉榜首 起球到前面 乌磊有机会 想直接射门 好球一脚出来 好球乌磊 哎呦 乌磊背上不用头呢 以萨卡罗再打回来 又是李磊 完成一次关键的防守 将球破坏出的体验 控制节奏都可以 但是大宝就是往前 向前线能力不像以前那么强了 这一下 这一球奥斯卡也很懊悔 左脚选择长拳 好球看看这一下 很好 再过回来 江超右打门 还有1比6 阿代米 1比0 北京团在主场领先 这是恩加德鲁后场的一个长团球 你看他这两条线啊 就是那两个队员那红线的是标的绿色队员的位置 对吧 对 他现在的红线是靠外的 那就是越位 对吧 他如果是这条线是准确的话 那就是越位 这个足球比赛规则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手部的部位是不算啊 加上臂啊 加上手臂都不算这个身体 最终马宁判定进球无效 定格的那一下 看奥斯卡那些 刘传 吴磊 还有 这是吕文君的射门 上场比赛打到44分钟 北京团进球被吹掉三分钟之后 上海港在科场取得领先 这个刘传本身就很潇洒 奥斯卡一个刘传 吴磊 抽射 没问题 没有越位啊 没有越位啊 这个球 你看吴磊这一下没打上 踢丝了 踢丝了 刚好吕文君赶到啊 乃比江听球有些大 伊萨卡伦过来 乃比江带球向前 乃比江突准的射门 打到冲路 被严队凌打到 目前初始 好球 乃比江有机会 乃比江的右脚射门 有了 这个球一脚 二比零 65分钟 乃比江的右脚逆头 冲进超级世界波 进行的拖移华归庆祝 非常漂亮的 这个不就是 刚晃晃人中场是乱的吗 不知道谁 转回来之后 众位身前的空了啊 众位身前的空间 百扬的顶上已经来不及了 对啊 这个球第一时间防守 腰是乃比江站的 现在中间腰的位置就没人了 这个球打的是真漂亮 认清现在目前国安的整个的一个能力啊 确实就是 哦 看看 有这边什么情况 百扬差点 又传接手失误啊 这个球是 因为百姓强在这太好了 对 任意球就 还有投降 韩家齐 再想过没过去 北京国安的反击站 二打一 看华阿德文速度有大 圆内有发放 左侧有言语 哎呀 这个球 得输了 看方二 第二比一 一比二 北京国坠回一个 比赛81分钟 玄界一纠 方浩打入了加帮没关 之后的第一个进球 这个球是海岛的货位犯错了 这个 唐看看奥 吕文君的 吕文君非常努力的回追 这球他产没问题 对啊 产可以 但是他产早了 他在晚下一点地啊 这个球我觉得也是跟你说的草皮有关 这球又弹起来了 你看这球 他就弹了一点 啊 他是想铲流啊 他没想铲铲船 他就想铲流 这场比赛 徐欣 再往中路最后 吴蕾左脚 大弹 这个球稍微的差了一点角度啊 王刚 王刚强势赛毁康 王刚往中路挤 赛毁康 一人手 王刚 王刚 后点 后点有人 再出来 左回来 还有机会 出路 严宇 胡灵 后点有机会 德索萨 德索萨的左脚 慢了 这个球慢了呀 德索萨 王刚 呃 百扬回销一下 方号 要打门了 右脚选择了射门 这个球 太难了 方向的脚顺了 觉得自己 马宁 马宁 没问题 左脚往前 北 德索萨 整个做 哎呀 做给了赛毁康 奥斯卡右边路有李星元 奥斯卡变效 还有机会 蒋光带上来 哇连续的飞缠 再缠 这会儿看看 还有机会 人球分过 没吹 看看反击 百扬左脚的朝传 两个人都不越位 一点球 蒋光带顶下来 二点 主赛派马宁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这场比赛 熬战九十多分钟 最终是海港 在客场 二比 击败了 北京端 二比赛